能不能在你家撑个饭 家里菜不怎么好 没关系下碗面都可以 那行吧 你们先喝点茶 等一下我去做饭 你再搞得我们都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 够了够了奶奶 姐姐你两个小孩 对两个 什么名字 淘淘 淘淘是什么情况 不是一个老公的 那边的话 重男轻女的事想比较严重 哪里啊 广西 所以当时的那个婆婆的话 以为我怀的是个女儿 刚好碰上我男产 给我破功产嘛 但是我婆婆觉得浪费钱 自己就是硬生下来了 孩子是活过来了 到一岁的时候 那边检查就发现就是 先天性的儿童脑胎 那老公现在呢 从她那个检查出来 有这个病以后 避而不见 我给她打电话 她把我拉黑 所以我当时就把小孩抱回来 自己养 养到现在 到了三岁的时候 我亲戚 就是觉得我不容易 给我介绍了 我现在的就是这个老公 他们的小儿子 后来结婚以后 生活还挺好的 本来是看到希望的 可是老天爷又跟我开了个玩笑 就是在我小儿子不到一百天的时候 我丈夫他又去世了 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我现在工作不是很稳定 工作着西桌着 反正能挣钱的都做 那你觉得一个人这样顶着一个家庭累不累啊 经历这么多事情以后吧 不失望任何人心疼我 你看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就是拼尽全力去生活吧 天塌下来我也得顶着 天塌下来我也得顶着 不是还有我吗 你会照顾妈妈吗 会 你有什么梦想没有 就是不想看见妈妈偷偷的哭 妈妈经常一个人偷偷的哭嘛 嗯 为什么你觉得 因为他照顾我们很累嘛 还要背负家庭负担 那你长大了之后 有没有说想给妈妈分担一些什么压力 长大了就赚钱给妈妈最好的生活 那哥哥以后谁照顾呢 我照顾 有没有什么梦想 我就想一家人 健健康康的 平平安安的 希望能够做一个稳定的工作吧 那你现在一个人的输入大概有多少 你养分工作的时候 一个月没有六七千 然后直递的时候一个月就两三千吧 是这样子的啊 我们呢也平时也是在这边做公益 像你们这种情况的话 你看需不需要我们一些帮助啊 或者是可以制作小孩子上学啊 我们都是可以进一些利所能及的 或者是相当的一些生活物质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 这个没必要 因为我一直以来 我都是想靠自己 因为小孩子 他现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的心里啊 他会有一些想法 我得顾及他的感受 想让别人带有色眼睛去看他 一个人也比较辛苦啊 嗯 累一点没有关系啊 这个事情上有很多人比我要辛苦 要累 都是一样的 人生嘛 都是这样子 熬过去就好了 一切都会熬起来的啊 对 当厄运 毁随命运的行踪 犹如剃刀 或是于寡人手中 可身性倔强的人 又怎会低头求饶 他虽一次次跌倒 一次次受伤 回头望 一望无尽的苍凉 又有什么风浪 他不能抵挡 你的倔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